有位同学新买的PS5遇到了一件很尴尬的事 他买的是百亿补贴的 他发现PS5的那个WiFi列表里面保存过一个WiFi名字 但是他不认识 他怀疑这台PS5是二手的 于是就问了客服 客服告诉他 这是出厂检测时保存的账号正常 但是这位同学不太信这个说法 于是又打电话给索尼 索尼的客服说 他们出厂检测不会保存这种网络账号 这时候这位同学就有点晕了 就过来问我 我之前在我的直播间或者评论区 有人这么说过 百亿补贴保真不保新 他的意思就是说 百亿补贴有可能是二手的 但是我买过几次百亿补贴的东西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算了我也不卖关子了 直接说答案 这位同学买的是国行PS5 他找人做的港服备份 在备份的时候 会连同这个WiFi名字密码一起就备份了 恢复的时候也直接恢复过去了 后来这位同学找备份的客服咨询过 这个已经保存的WiFi名 就是备份商家他们用的 是不是挺一波三折的 这个案例分享给各位 给大家普及一下